年代剿匪去打土匪 于近日震撼开播 具体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 发生在广西境内的一段风气云涌的剿匪之战 当时人民解放军投入了近百万兵力 通过三年间苦卓军的斗争 全间广西境内的匪患数十万人 从而确保了一方百姓平安 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 打土匪正式将视角放置在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凭借着跌宕的战争故事和精确的历史还原 讲述了这一段惊心动魄又显为人知的历史 在剧中新生代演员曹南表现不俗 成功圈粉 悲壮色彩 交织信仰 光辉 阿人自毁容貌 朱姐放军脚腿 成功打土匪 以信仰和救赎为主题 曹南在剧中饰演了刚毅勇敢 铁血蒸蒸的阿人 是一个平凡英雄 土匪除村 残忍杀害了阿人的父亲 阿人为了剃暴腹球 自毁容貌 潜入匪窝 最终配合解放军成功剿匪 接到剧本后 曹南仔细研究剧中人物 发展脉络 对这个人物梳理出自己的理解 首先这个人物身上有着一股很强的精神 有一股韧劲 阿人是一名英雄 在那个土匪横行的动荡时代 他用一种超人的勇敢 坚毅用他的行动 对付起乌孤被屠杀 做了一个交代 我们能从他划毁自己面中的瞬间 听到他内心澎湃的呐喊 杀人场面 血斩血肠 在他心里 失去了家人 也就失去了家 身体上的自慧 也是衬托他内心遭受的折磨 阿人并非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物 但他不认识 委屈 甚至用牺牲自己的方式 也要讨回公道 这也为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每一场戏都绝不混 曹南努力呈现人物精神与厚度 为了让剧本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史实 编剧在三连时间里七次远复广西贵北山区 走访了上百人 包括很多当年亲身参加过脚匪斗争的老游击队员 有很多显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实地采访中 才被完整的打捞出来 打土匪也集结了当下电视剧 圈了几大良心团队 包括国内顶尖的弹壳动作团队 以及战场杀北平屋战士 那美术执行团队还有米月传孤芳博字场的造型执行团队等 对此曹南也是非常珍惜这次出演的机会 他说每一部戏 他都会付出自己一百分的真诚与心思 努力的去拍摄 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小人物身上也可以展现出人物的精神与厚度 此外曹南在电影《纯纯律动》和电视剧 问心无愧 第九个寡妇 《太平容辱密史》 此《猜奇缘》等多部戏中 担任重要的角色 用自己的努力及内外兼修的性格魅力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